美国国庆就在这个周末 许多城市都允许民众在国庆期间 放焰火来庆祝 南加州的焰火摊 也敢在国庆日之前来开卖 吸引不少的民众来抢购 而今年的焰火种类是包罗万象 价格从一块起跳 就这样让民众玩个过瘾 焰火摊内摆满各种烟火 让人大开眼界 无论是小朋友玩的旋转烟火 还是这种魔鬼与英雄的双向烟火 亦或是大型一点的烟火都应有尽有 价钱在5块钱以内的超过几十种 今年还有最大威力的烟火出售 有一些这个里面有500克的粉 那是最大法律可以规定 就是那它可以最大的 所以那个是叫Wicked Strong 还有我们今年有一个叫Raise the Flag 那它出来的颜色比较像美国国旗的颜色 业者表示烟火有分级别 包括颜色 高度和噪音大小都能挑选 今年还有买一送一的好康 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每个烟火摊都是由非盈利组织来经营的 所有的收入会全部捐出去 这些烟火呢全部赚的钱 全部都是用了做好事的 是给学生奖约金去读大学 还有给就像boy scout 奖约金去到山上去camping 所以全部用来 还有帮homeless也有 还有帮小孩买鞋子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用来做这个的 每个城市都有放烟火不同的规定 因此还是提醒民众 在放烟火之前要查清每个城市的规章制度 这样就可以度过一个安全又愉快的国庆节假期 以上是东森新闻英雄文 孟子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